一个会隐身术 把钢筋铁骨藏进狭小的方寸之地 一个会缩骨弓 把庞大身躯变成细小的便携植物 敬请收看外发明 妙手折叠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丁熙 欢迎我们今天的科学顾问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孟华老师 彭老师您好 你好 彭老师前不久我在朋友圈 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新闻 说现在呢 这个折叠加剧特别特别的多 而且我觉得其实技术难度也挺高的 是 你像折叠这个吧 我们可以节省空间 我们说呢 现在这个居事面积的都是有限的 我们不能要求这个房间 它的面积去扩大 但是我可以使里边的家具缩小 可以使一二家具有多种功能 所以折叠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件事情 咱们俩刚才说的都是这些什么家居的折叠 今天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 防盗窗折叠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啊 我就想了很久 我就这么不明白了 这个防盗窗 它为什么要折叠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 我爱发明栏目的记者宋前进 我现在来到呢 是安徽省邦布市的广场东路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啊 很多都安装了这个防盗窗 但是其实啊 很多安装防盗窗的家庭啊 他们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烦恼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安装了这个防盗窗以后 这种牢笼感啊 就给人带来很大的这种压抑 它会影响这个美观 影响采光 但是你要是不装嘛 又害怕这个盗贼入室啊 怕给自己的这个财产的生命啊 造成危险 那怎么办呢 好像这是一个很难两全的问题 但是我们呢 有一个发明人就打来电话说 他有一个发明 这个发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平时看起来是普通的这个玻璃窗 用的时候呢 就是钢筋铁骨的防盗窗 那这个发明到底什么样子呢 让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您好 喂 您好 请问您是那个魏丰先生吗 我不是 我不是 你找他有什么事 那魏丰在吗 我是那个中央电视台记者 来问一下他的发明 老魏丰 老魏丰 我来帮你喊一下 在楼上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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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魏 有人早 您好 您是那个魏丰先生吗 您好 我是那个中央电视台 我发明的记者 您好 您好 来看一下您的这个发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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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的 好 好 欢迎 发明人魏丰 发明项目 折叠式安全窗 第四 这个您这个发明 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在哪 这个 你现在看 很普通的玻璃窗 是吧 对 这样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玻璃窗 但是当窗上拉开的时候 你看 哦 这个有点意思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你看你这个平时要是不拉开的话 就是一个普通的玻璃窗 是吧 对对对 拉开以后呢 就是一个这个防盗窗 对对对 那它是怎么放的呢 这个东西 这个架子 这个架子 它的几个边口 外边缘 直接安装到这个窗框上 这个里边缘装到这个窗扇上 它是折叠起了 哦 就是整个的这两根 这两根铁干就藏在了这个 这个凹槽里边了 对这两个凹槽里边 两个凹槽里边 哦对对对 一层一层的 对 就像咱做那个什么那种菜叫套四宝哈 对对对 鸽子套进那个鸡里边 鸡套进那个鸭子里边 对对对 一层一层把它套起来 从最外面来看 很小的一个东西 但是里边藏了很多宝 对对对 那这么小的一个凹槽 要把这么多东西 对 这么多东西全部的都给藏进 这个这个小槽里边 这个是不能有丝毫的这个失误的 要不然的话 这肯定是拉到以后 这中间会留这么大的这个缝隙 对吧 对对对对 那您这个想法确实还挺新奇 卫风发明的折叠式安全窗和传统的防盗笼 最大的区别就是把整个防护网都集成在了窗扇上 浑然一体 窗扇关闭时 防护网一层层折叠后 隐藏在狭窄的窗槽内 一旦窗扇开启时 防护网逐渐打开 能够有效防护 防止盗贼入室和不慎坠楼事故的发生 那就是说您从开始 就是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就是发明这种这个 那是前年嘛 自己买了一套房子 在去装潢的时候 就在考虑 看到别人家装修的时候 都是装一个老虎龙在外边 保护家居人的安全嘛 可是感觉到装一个老虎龙 进去过以后呢 总是感觉到很压抑 老虎龙感非常强 就不想去跟其他人一样 去装你这个老虎龙的 但是呢 在自己家里有一个小孩 四岁多 对吧 又比较俏皮 后来呢 在网上就寻找一些东西 看到哦 现在有很多的儿童最多事件 自己对自己家的小孩呢 就有一个更强的这样的保护欲 所以呢 没有防护肯定不行呀 这个时候 就心里有一个念头像 如果能做一个 既没有脑龙感 又能够起到对家人 进行防护的这样的一个窗户 那可别好 魏丰年近四十岁 才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儿子 这可是他的心甘宝贝 非常疼爱 但他刚搬进新居 住在十几层的高楼 孩子总喜欢爬到窗台上看风景 这让他非常担忧 怕万一不注意 孩子不小心打开窗户 有坠楼危险 但是到哪里能找到这种窗户 既不影响看风景 又不会轻易打开呢 魏丰原来从事的是户外广告 对门窗行业比较熟悉 他动起了自己搞发明的念头 干脆自己动手 设计一个这样的窗户 谁知道真正着手干起来 才知道搞发明原来没那么容易 这一干就是整整两年 两年了 就算两年了 终于做出了这么一个窗户 对 那您这个窗户后来 装了自己的房子上了吗 没有 没有来得及啊 因为这个一研究 就是两年 家里的装修不能等了那么久 就是说家里呢 还是临时性的 装了一个防脑窗 保护家里人的安全吧 对 那没有实际装到这个应用是吧 没有装到自己家里 到目前 对 那可是我有一个朋友 是装了房地产开发的 他对咱们这个窗户呢 倒很有兴趣 对 您跟他打过招呼是吧 对 我已经跟他讲过 看是不是可以到他们 先装一下试一试 他同意了吗 他已经同意了 要不然咱们过去看一下 可以啊 行 那咱们过去看看 行行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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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你好 你好我是那个中央电视台 我还发明的记者 是这样 这个发明人说 这个他是您的朋友是吧 是是是 你们原来就认识 对对对 他说他发明了一个这个窗户 说您是搞这个房地产开发的 想过来在您那试试 您知道这个事吗 我知道 他跟您联系了 对对对 刚刚联系过 那您这房子 现在用这个窗户吗 我这窗户 我现在准备用这个窗户 现在 之前知道他这个发明 这个发明正和我们这个想法对路 我们这房子是金装球 他这个 之前 我们考虑一下子 因为考虑这个窗户 现在有捞虎龙的转的比较多 他印象现在称赤规定 不允许用 那个防灶楼 尤其在高层上面 他东西下坠 也影响美管 所以他这个东西呢 正好正合 正好符合两个方面 如果能带来了 我们现在试一下好不好 行啊 那您见过那这窗户的吗 没见过 还没见到 那今儿就带过来 要不然来试一下 那我们试一下 看一看 行 这个 行 怎么是打发报键 对 这是雷师就说一下 他其实打发 就看了笑话 看了笑话 对老后的 对 对 演示一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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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窗户 如果不打开的时候 给咱们家 平时这个窗户 没什么区别 对 是啊 非常天哪 对 当你打开的时候 家人出去的时候 早晨买菜啊 晚上出去 那小孩在家里 你看 拉开窗户 我跟那有着防护 对 还能防止这个掉下去 是吧 对对对 这个 接受不接受 哎呀 这怎么 那一包就这么大呢 这是 这太脏了 这是约克金的 他 呃 国家是12个厘米 你又没有一个大刀 我们要吃量 量一量吧 看一下 我来我来量 我来量 你看 你这样大了 你看 好大 你再量 这不大吗 不大12公分 对吧 大于12公分 大于12公分 他这个国家 有这个规定吗 就是12公分 国家规定是 不得 大于12公分 有这个规定 不得大于12公分 对对对 但是这12公分是你转开的吧 12公分 我转开 是这样的呀 到时候 我现在我先量一下 你看 你看 他们印度 他们印度没达到 他们印度没达到 印度没达到 印度没达到 看人家转开 人家转不进去 对吧 人家转不进去 到时候 人家小刀 一拿剪子 卡几下子 你这个又那么薄 那不可能 剪张吧 我们看看 我们试一下 好不好 来 看看看看 有没有剪刀 我们看看 这样就剪张了 我都不像你剪刀 你这边剪了 好啊 你这 麻烦了你 这个 剪张了 你这个 要衝动 这个行 这个 这个材料 这个一般来说 小拖会携带这种工具吗 这个是小拖 是苍蝇工具 是苍蝇工具 他们现在都是 现在甚至 甚至 甚至 比这个 还搞急 你这是 专用这液压 强漏 对 小拖 可不 你小拖只要怎么 怎么方便 怎么怎么 怎么便捷 他就用什么 这个都要考虑进去的 那您这要连着 讲 讲开几个 还真是 这人 真能钻进去 对吧 这不行 您得回家 充一性感 充一性感 这个是充一性 是破坏性的吗 这个 这 您在家 是不是舍不得破坏 这个可不可以 是一样的 在战斗是不是 可以是 你试试 试试看看 嗯 这个 这个很 这个 这个 这个很 嗯 哎 这不用 很近 这是个 不锈钢的 不锈钢的 这个不可能简单的 这个 这个树干 当时呢 我们去考虑啊 就是采用这个树干 用什么材质 第一要轻便 顺法 好加工 我们就考虑 采用这个铝合金 工业铝合金 就是6063 就是一般的 想搞建筑上 那个那个 呃 是大型的构建设的 那种铝材 都是6063 对 您当时想着轻便了 但是没想着它不结实 是吧 您那样 讲开几根的话 哎呦 坏了 我把这个也搬断了 那您这个去 它就是 坏了 您如果空手就能搬开来 这是局部 要 又一根 喝 您这么着 这么着装过来 就没问题了吧 那张总您看这个 它这个 这种产品 我们肯定不会用的 那我看这个 可能还是差点劲啊 要不再回去再琢磨琢磨 这个也就是树杆不结实 树杆不结实 你看这个连接片 简是剪不断的 这个我们回去过以后 它这个树杆 也改成不锈钢了 多长时间 一个礼拜 回去一个礼拜以后 一个礼拜 再把窗户再拉过来 能 用你去剪 能行吗 没用你去 孙老师 咱一个礼拜以后再过来 行 没问题是吧 好 好 好 那我就等着好消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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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好 好 好 行 好 慧先生 哎 您好 孙老师您好 慧先生您好 您好 那个我听说您搞出来 这个新的发明了是吧 对 现在已经出来了 好 那上一次那个张老板 不是说那个铝材那个不行 是吧 一掰就断 对 让您换那个结实一点的 是吧 对对对 那材料换了吗 换了 那怎么换这么长时间 这都两年了吧 对 两年了 换这个材料的过程中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有加工工艺等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到上面看一下 有一些材料的改变的东西 看一下你这 不就换个材料吗 有什么问题 这个不就是咱上一次看的这个吗 对吧 对 他们说这个太软是吧 一掰就断 对对对 对吧 对 那这个是新的吗 对 这个 这个是大夫改的 这是 这不差不多吗 对 我看都没什么区别 这两个材料完全不同了 这是 一个材料过以后 这是不锈钢的对吧 对 这是不锈钢的 因为不锈钢成型工艺等 很复杂的一系列东西 那这换个不锈钢的有什么麻烦呢 这 它成型工艺不同了 对 我们看看 这什么不同 我看看 都一不少 这个 原来是铝合金 铝合金直接是 对 上回那个张老板说 一掰就能掰断 对对对 自己很软 是吧 对 你看 弄完了 直接都能钻进去一个人 是吧 对对对 因为它的肢体太软 所以咱们考虑 改成这样了 改成一个不锈钢 后来我们就想了办法 进行一个车洗 你看 形成这样的一个材料 我们是车洗出来的 那这不就行了吗 车洗出起来 后来发现在加工的过程中 发现 它有薄弱的地方 反正是冲锅大眼的地方 它很薄弱 一掰就容易断 虽然硬度很大 但是呢 它太脆了 什么中间问题 担一下我看看 再能掰断吗 哇 你看 这就掰断了 对 虽然硬度很大 但是 它这倒是挺结实的 太刚了 它就没有柔韧性了 它中间这等于是断了个这个眼 是吧 对对对 为了增加这个柔韧性 它们用一个增加了一个成型工艺 采用一个冷成型 你从这里看就看到了 当它像这个方向增加的时候 这是直的 对对 这是一个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一弯加一弯的这样的 对对对 折起来的 对就增加了 第一增加了强度 第二呢 又增加了它的柔韧性 所以它被再折的时候 它不易断掉 这个就掰不断了吗 对 对我们可以试一下 我下一个 你准备 哇 好家伙 喝 喝 底下那断了 哦 对 这个你不管怎么掰 使劲掰 使劲拳 取完了 你看 孩子弹回来 一点都没有受到伤害 你看这个 敲一下 呵呵呵 是不是 哦 哦 对 哦 断了 直接就 直接就掰断了 这就是咱们平时 做防脑窗 用的这样的管子 看来您这个确实是 还真挺坚硬挺结实的 那您觉得这个东西 这个材料做的这个窗户 现在能符合这个张老板 他那边的要求吗 肯定能 啊 没有问题 没有一点问题 对对 要不然咱再去找个试一试 行 看这会怎么样 行 行 那咱们去找个试试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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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失踪了 哈哈哈哈 失踪了 哈哈哈哈 原来改的时候发现 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好家伙 说是一星期 一年多 这都快两年了 快两年了 对啊 遇到的困难太多了 是 对对 不过我们现在东西已经弄好了 今天让你送钱捡 啊 纸巾捡 没有问题 哈哈哈 啊 对对对 对要不然做不好的话 也没脸来见您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看 这些东西都是你找的 啊 装好了是吧 装好了装了 好嘞 那怎么着 我们进去看看 那站住啊 好 好 咱们过去看看 装好了 这比原来的那个窗户大 嗯 嗯 这个好短啊 那我们再剪一下试一试 等一下你看看 又把您的小剪刀拿过来 剪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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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比咱们平时装的那个防烙刀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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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这个一样剪 这个不行 这个肯定不行 这个肯定不行 人家这也是挺坚实的 这个一点都剪不动 这个有问题 追手 您这好啊 这也断掉了 这么破坏啊 这么破坏 这就是同手就把它破坏掉了 这个是 这个比你那个要擦得很好 来 过 过 慢点了 就是这样就破坏掉了 对 两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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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怎么着 它是这个 上下都有焊点是吧 焊到里面 焊上的 你看 全部焊上的 焊完以后呢一拉 就拉开了 那这一敲就能敲掉了 一敲就敲开了 咱们那个防火网呢 它是没有焊点 全部是毛贴的 整个防火网上没有焊点 也不会生锈 对 这个东西 其实 那要这样的话 那试试您 您那个能 能这么敲开吗 可以啊 我们再试一试 看了 可以再试一试 可以 皮脚皮脚吧 您倒是敲别人东西倒是挺心疼的 好家伙 您真能够破坏的 他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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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行了行了 我估计要是小钩这么敲啊 早把警察给招了 是吧 是吧 是 这个 确实不错 这确实确件 是吧 那您觉得达到您心目中 对这个安全窗的这个要求了 那符合要求 是吧 不光是防盗还安全 是吧 确实不错 行 那您觉得怎么样 也达到 也达到我的理想 行 那当中您觉得怎么样 他这个东西 这个发明可以是吧 这个发明不错 能来一套是吧 我们的警装修 我们下一期 我们这个肯定要上你的了 是吧 谢谢 行 一笔大单的 行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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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峰发明的防盗安全窗 不仅能够保持良好的视野和采光效果 而且还有很好的防盗功能 同时又能防止发生坠楼事故 由于它不仅有效解决了家居安全问题 而且保护了城市环境和形象 一经问世 就成为传统门窗行业的一种新鲜力量 赢得了市场的关注 发明人制作的这个折叠安全窗呢 在保留了原有这个窗户的通风和取光的功能的前提下呢 通过这个折叠网的设计有效的解决了这个窗户防盗 以及这个防止从窗户里面坠落的这种功能 而且呢 结构设计非常精巧 就在折叠的时候呢 只占用很小的空间 这个展开的时候又能够满足这个 就是挡住窗口的这种功能 同时呢 外观设计上 由于它只占用这个窗口的这个开口的空间 所以说不影响整个大楼的这个外观的美观性 大家好看 刚才这个折叠的防盗窗呢 确实是技术含量很高 是 我觉得它的设计还是很新颖的 是 咱们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一款折叠的设计 这一次折叠的东西更厉害了 折叠的是席梦斯 哎呀我觉得这个设计其实特别特别好 这个折叠的席梦斯 如果把它的这个面积缩小了 其实对搬家来说是非常便利的 是 你像那么大的垫子 出门走那个斩头道 进面梯啊 从楼上再搬到楼下 确实是很不方便 所以咱们赶紧啊 一起来看一看 这样的一个设计究竟有哪些新颖的地方 我是中央电视台 我来发明栏目记者宋前进 我现在来到呢 是浙江省安吉县的三里亭家具市场 这里呢都是卖这个办公啊家具的家具 前面就是一家这个家具店啊 卖各种的这个桌椅板凳啊 包括这个床啊床垫什么的 但是我们看到好像这个是几个人在激烈的争吵 到底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会过去看一下 您好请问那个谁是店主 小赵啊啊啊啊您好啊 我是那个中央电视台我爱发明的记者啊 来您再看一下这个家具啊啊 我看你们刚才这个聊的挺热呢 到底怎么回事是 那个他过来说要退钱 刚刚昨天卖给他一个床垫啊 他那个说是多收他这个上楼费了啊 这个啊床垫没毛病是吧 床垫是都是挺好的就是说多收什么 上楼费他是 他们家小工搬到我们家说好的是一千五百块钱 然后说要送过去加个一百块钱 那也不过分是吧 然后到了我们家 为什么要加这一百块钱呢 他们说我让他们搬到楼上面去 我不是有一个阁楼吗 那他们就帮个小忙搬到楼上面去 他们还要收我一百块钱 你们家住几楼啊 住五楼啊 五楼啊 对啊 五楼一百块钱 然后他说可以 哦 然后商量好可以加一百块钱 后来又又收了一百 对啊 又多收一百块钱 他们家小工 那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要多收一百块钱 五楼上面 五楼比六楼还高 在上面又有一个小格楼 等于说 又要上一层楼了 那肯定要多收 多收点钱 原来这位女顾客说 家住在五楼 但搬运工人到了以后才发现 从地面到一楼 还有一段长长的楼梯 而且整个楼道比较狭窄 要把一个巨大的床垫抬上去 不能磕碰损伤 实在不是件容易事儿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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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床垫放哪里 放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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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屋后才知道 床垫居然是要放到阁楼上的 楼梯更是又窄又陡 工人就要求增加搬运费 顾客当然是百般不情愿 这才引出了这场风波 那像这样的情况多吗 就消费者过来这个这个重新来投诉啊 包括这个上楼啊 这个收费的这个运输中加的这个费用 嗯 这个还是相对来讲 10个里面还有六七个啊 还是比较多的啊 因为上楼本身这是最后一个最后 这最后的这个入户 这个是一个床垫子入户 对特别要是没电梯是吧 这个再窄又高是吧 对对对对这个确实是 那是那这个我也能理解啊 那现在如果要是有一款这个床垫啊 他能够把这个体积变得很小 就是一个人就能够这个很自如的把它 能带到这个高楼上去 您觉得这个床垫您会要吗 那肯定需要啊 那这是觉得好东西 但是能不能实验真有没有这个东西 听完这个老板的一席话 我觉得这个折叠式的这个床垫 确实这个应用很便利 而且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需求 也就是说这个如果真有这个折叠式床垫的话 这个发明的话 也就是说能给这个大家解决很大的这个问题 特别是在加剧运输的过程中 这也让我对这个发明啊 有了更大的这个信心 那就让我们继续往前寻找 您好那个哪位是万龙心啊 哦您是是吧 哦您好您好 我是那个中央电视台我还发明的记者 哦您好您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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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万龙心是吧 对对对 哎呦真年轻 发明人万龙心 发明项目折叠床垫 您好像发明了一个一个床垫是吧 对折叠式床垫 折叠床垫 对 那床垫怎么折叠 那我可以带您到那边去看看 我们这个床垫是到底是怎么折叠 和折叠之后的一个效果 行行行我看你们成品是什么样的 好 哦 我看看 这是一整个圆筒啊 对 一圈圈圈的弹簧 你这样卷的话 它不会给它压坏吗 这个 你也看到这个 都是我们 是吧 独立筒弹簧 这个弹簧呢 你放心 因为我们也是通过实验测试 它这个到时候打开的时候 是完完全全百分之一百恢复的 因为我们当时对特别是这个 对弹簧这一块啊 核心就是主要是在这个弹簧的恢复这一块 这就是我们折叠跟普通的场景的唯一最大的一个区别 主要的点是在这一块 行那我们也看看这折叠弹簧 这个盛开到底是什么样 可以看看吧 哎呦 不好家伙 这么厉害啊 我看你 这个弹簧还是挺有力量的 对 因为它这个弹簧它本身有弹性 那您这个里边的这个弹簧 为什么它能卷过来折过去 它就不断了 这个是通过机器卷压的 通过机器卷压的 它这个钢丝啊 我们是一根一根出的一根钢丝 它自动我们叫弹簧机啊 它自动能够打 电脑形成一个弹簧的一个形状 但这个弹簧的形状呢 它是不是说压下去 或者说你扭曲 这个弹簧不会任何的损伤 这个也是中国测试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弹簧 不管你还是压 它最后都能恢复 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想到能够折叠 如果您想知道 如果弹簧它回不了的话 当然这个折叠它就不是床垫了 对对对 那您这个弹簧机这个应该是 做这整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床垫的里边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 行那要不然咱去看看 那弹簧机到底什么样呢 行行我带您去看看 好 这是一盘这个钢丝是吧 对 这个钢丝 这是一个钢丝 我们这个布袋弹簧机啊 经过处理它会形成一个这样一个弹簧的一个形状 这就是弹簧 就是刚才那一根那个直的这个钢丝 已经缠绕变成了这个这个弹簧 是吧 我们床垫里布就是有主要是有这个弹簧构成 嗯 这个经过机器处理的这个确保弹簧啊 我们在卷压之后强力的压缩之后 它能回弹的效果是没有变化的 对就是压去以后马上就能回来 对对对对 不会发生什么这个这个 变形啊 弹不回来这种情况不会存在 对对对 您可以看我们这里都已经成型的一些弹簧啊 嗯 最后我们是灌入这个我们无纺布袋 我们是所以说这个叫做独立筒布袋弹簧 哎 这有点意思啊 就把它装到一个一个袋子里边是吧 对 传统的床垫它是一个弹簧 是用钢丝把它连接起来的 啊对对对 对 那这样的话就如果连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在压缩一个弹簧的时候 再压下去的时候另外一个弹簧自然而然也会 戴在一起会往下面压 也就是说比如说啊 比如说有一个大胖子 她媳妇特别瘦弱 嗯 然后这个大胖子往这个床上一躺以后 就形成了一个线坑 对 然后蝎伯也会躺 她媳妇也会咕噜过去 对对对对 你比如的很形象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呢就不要紧 这个大胖子躺着就只压这几个 是吧 嗯 别的人这个躺到旁边的话就不会跟着这样滚过去 对 因为它它是每一个弹簧都是独立的 嗯 这叫独立筒 传统的床垫一般采用的是连结式弹簧 就是把一个个弹簧都用钢丝连结成为一张大网 是无法折叠的 而折叠式床垫采用的是独立筒弹簧 是把每一个弹簧装进布袋相互粘接排列 由于相互分开才可以进行顺利折叠 那您这个东西现在有没有就是有一个成熟的一个发明的一个样品去市场应用有没有 嗯我们现在对市场这块还没有正式这个批量生产没有 嗯还没有啊 对啊那这样啊 嗯我反正我发现这个现在这个家具行业对这个特别这个运输啊 这个过程中这个要求还是有的 这需求啊正好我这次来呢在咱们那个安吉这个家具市场 嗯也看到这个也采访了一个这个家具店的店主 好他正好就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 要不然咱把您的这个床垫就带过去试试 行好看怎么样好吧 好行行那咱们过去试试好嘞好 哎您好哦您好赵总 那个我是上一次那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您还记得吗 哦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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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是这样啊是这样 那个上一次咱们不是提起我一个折叠式床垫吗 你不是挺喜欢的是吧 我这次带来了一个发明人 他就发明了一个叫折叠式床垫万龙心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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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做想做好想做好好好今天呢我们把这个他的这个发明的这个样品啊就是这个折叠式这个床垫也给您带过来了要不然这个您看一看看那是不是跟您这个心目中的想象的这个东西看是不是符合好嘞好嘞好不啊这东西就在这要不然您看一下哦这是一个床垫啊啊对对对这就是床垫这这您看 您看比您的那个床垫小吧哦哦这卷起来的卷起来的您看这比较神奇吧对吧一个床垫在里边都是堂皇它居然能卷起来这个这个堂皇受不受影响啊您放心这个东西可以弹回来呢打开之后跟你平时这里的床垫是一模一样的哦是我们试一个给您看看好的试一下看看 看看舒适度有没有受影响啊对对对对是罗子是马千出六点对对对对 您看一层一层捡起来 哦呦 好家伙 这太吓人了 这弹的也太厉害了吧 这劲儿也太大了吧 好家伙 这确实是力量挺大的 嗯但是老板你看我们这个挺好这恢复弹性啊各方面都非常好的吧弹性还挺好是吧弹性不错啊恢复原状倒是饱满是吧啊还是这恢复的比较利索的嗯但是就是这个你解开的这个过程这个感觉好像危险系数比较高好像有点危险 嗯他这有危险吗那个这个水杯你说都都能给他都放掉 你怎么办你放心这个床垫是软的就算有点劲儿也打不到也不会伤到人怎么样的这个不怕一万就怕完一 然后万一你不是搞一个画评 我这个床垫子前本身利润就这么包的 这个不行 现在这个先不接受 不能错误 另外这个体积再改小一些 或者说这个解开 现在还大吗您觉得 跟之前比已经 至少我们现在 你比如说楼层高的 我们这样运输肯定没问题的 两人抬着上去了 这个如果一个人可拉 那当然最好 我们回去再琢磨琢磨吧 行 再琢磨琢磨感觉 再考虑再细时点 行行行 那就这样 那要不然我们回去 再琢磨琢磨 好慢走 行 好慢走 行 那走吧 大家抬回去吧 走 走 走吧 看在哪 在哪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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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了 你好 你好 这个我接到你给我打个电话 说这个已经研究出了新的发明了 对吧 对 现在都在 事业过很多次的 包括现在也在做这种 那这个上一次赵老板说要把这个力量变小点 对吧 对 那个体积还是还小点 对吧 这个怎么改 怎么这么难呢 花一年时间呢 哎 这个您就别说了吧 真是苦师冥想啊 真是 嗯 那我带你看看吧 这就是我们当时那一代 带到赵老板那边店里去的 嗯 因为它这个弹力啊 比较大 嗯 我们回来呢 也想过 我当时因为它这个机器只是一个捡 硬压下去 然后把它卷起来 嗯 但是呢 我们想过把这个压松一点 我在想 因为理论上我觉得吧 应该松一点 它这个弹力自然而然会小 嗯 但我们试验了很多次 但最后结果 就像卷那个烙饼一样 然后你卷松一点都不是 但实际上这个弹簧不一样 它本身弹簧它有弹力 嗯 所以说 最终它这个弹力还是比较大 嗯 您看这 反正最后我们还是 一致没有通 硬卷是不行了 对 可能硬卷不行 嗯 后来呢 卷松一点卷紧一点都都不好使 对对对 后来我们就 研究了这台机器 嗯 这台机器是我们新家的一台机器 您看到 我们先把这个长垫啊 整体把它压缩下去 压扁 对把它压扁 但是压扁呢 如果你把机器拿出来之后 它自然而然又恢复了 这里它是有一个抽真空的模式 一旦我们把这个里面的空气抽真空的话 它就不会 虽然即使我们机器打开 它也不会恢复起来 对对对 哦 我大概明白了 就是怎么着呢 你先把这个床垫 给它强行 给它压扁 压扁 对 压扁以后呢 然后再把它一抽真空以后 等于是外边的这个大气压力 对 就代替的这个机器始终的 紧紧地压住了 对对对对 这我们从物理上面是 应该是这样解释的 您可以看 然后压完以后呢 然后再卷 压完以后 因为当时赵老板还提过体积的问题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又升华一下 把这个压完之后 我们只要手工对折一下 然后再进到原来的那个卷包的机器 然后 对 就能够说一下 先压 再抽真空 再折 再卷 对 行行行 那咱们看看这个 这个经过几道工序以后的 到底什么样 好 行 喝 这好 这就一个人拉过来了 这真是小多了 您看这个体积啊 比之前的 这差不多只有原来的一半 是吧 对对对 而且真是轻轻松松 一个箱子拉过来了 首先您看体积已经缩小了 对对对 那我再打开 那你 行行行 行 行 小心点啊 您放心 这回不会再炸开了哈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上回上回就刀车 通一下就开了 他这个 哎 好 这个您看不错啊 对 这个您看它整个打开以后 跟之前是碰弹开的 对对对 现在不会 这还是挺点的哈 那咱把这个拆开看看啊 它不会突然一下碰一下就起来了吧 不会不会 不会哈 您看咱第二代的就是一个 像一个第二代的那个 那个直接就炸开了 像鲤鱼打顶 哦 哦 这有点意思啊 很温柔的吧 对对对很温柔的啊 这就像里面涨水一样 慢慢给涨满了 是吧 咱们看它涨的这个均匀不均匀啊 饱满不棒 哎呀 这真够喜庆了 上回赵老板不是提了两个要求吗 第一个体积要小 是吧 弹力要温柔 是吧 不能太强 你看这个 在我们之前恢复的程度 跟之前比较也是一样的情况 对对对 还是挺饱满的 但是我们在那个基础上 是赵老板提了两个问题点 我们也是可以说是完完全全解决的 刚刚从整个过程打开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第一它打开的时候 它不涉及到的弹力 任何的弹力 因为我们把它抽成空了 第二个就在体积方面 我们是完完全全缩小了一半 这个对消费者 最少是一半 之前呢可能是两个人才能抬着 现在呢一个人 刚才那小伙一个人就低了 对一个人就能把他提过来 您还给加了一个轮 拉着就走了 这反正就是锦上天花之助吧 以求更加方便吧 消费者 原来这个力量这个碰一下打开 就像这个鲤鱼打挺一样 是吧 对对对 这个力量很大 当时在赵老板 现在这个你看这样慢慢的一点点像水位上涨一样这样 这样慢慢的可以涨满是吧 对 挺好 那您觉得您这个东西现在能拿过去能接受这个赵老板的这个检验吗 这次我还是非常自信有信心的 我相信这次应该没有 上回您也是很有信心 上回也是很有信心 考虑不周考虑不周 考虑不周 您觉得这次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应该是万无一失 我花了因为花的时间跟精力在这块 的的确就花了不少时间 那行 那要不然咱们就再去试一试 行 那我们再去那边 对对对 对总得去接受检验的 对吧 接受消费广大消费者的检验 行行行 那咱们过去 您好 高总 您还记得我吗 这是 那个中央电视台我发明的记者 对对对 又来了 这还是原来这个发明人 又来了又来了 这个这是我们改进的这个发明 对 在发明人又重新改进的 这这这箱子是变小很多了 对你看我们省劲吧 一个人拖着就过来了 跟之前却那个床垫是一样的大小 一米八成两米的 但是我们把体积上已经缩小了 那最起码小一半 那创新是创新 这是用心了 是不错是吧 看来改进很大 这个 它这个就是弹出来的那个 爆发力那个 所以说今天特地带个样品 一个让你看一下我们这个体积缩小了 上市去年的时候 这个弹力啊 对研究了一段时间 等一下给你看一下效果 对哦 那行 不要还是那种碰一下那种炸开是吧 不会不会 您担心那个是吧 对对对 只要行 你这个现场看看 好的 实验一下啊 嗯 这真是浓缩的进化 对浓缩的进化 它跟原来的一样 您想想还是一米八的一个大房地儿 确定没问题啊 嗯 这个确定是吧 哦 圆点 这个这个还是先离圆点 放心 哦 您看 哎 这是 是吧 温柔了很多啊 对温柔了很多啊 对 您不用担心再把您的那个 再把您的玻璃玻璃给撤了啊 你看您现在都换成那纸杯了啊 都换成那塑料杯 这要是能恢复正常的床垫子 那确实是厉害 哎 你看吧 它是打开但是 这么滑啊 暂时还是扁的 对吧 对 但是马上你看 马上你哇哦 哦 这是创新了 是吗 嗯 瞬间 膨胀饱满 哎 来 那我 好好好 您看看 怎么样 这 这是恢复的还是确实 对 您看看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没有长 没有这个骨满的地方 都挺饱满的 对 这恢复的这是比较饱满的 我看您的体格也不错 您上去谈谈 啊 那 没事你就这样上去跳跳看谁 对 我我我我我还是脱了鞋尊重一下 哈哈哈 新的房间在 大家都做生意的你说 对对对 哎 哦 还用确实说好 这这 是不错啊 哎 收这么紧 正然谈力还这么紧 不错 对 你看这要是再往楼上搬的时候 这就 这就顺等多了吧 那一个人可以拉回家了 对吧 一个人就 上 我们来说就一个人拉着过来的 哦 就在小伙 是吧 不错 这值得表扬 对吧 体格也不是特别强壮是吧 你看 一个人拉着就过来的 对吧 这动脑型了 这个 这个不错 你有多重啊 您在这上面弹着啊 我 好啊 您 您看了 您那150的往上 对 170斤 170哈 对 硬生锻炼 还显得利索一点 对 但是您这够利索了 挺利索的了 不错 对 您看原来没想到 就是像他 这么大的这个床垫 是吧 卷起来再对折 他这堂皇一点是没有 是吧 对 关键 堂皇还这么硬 还这么硬 还这么硬 啊 力度还这么大 对 还能支撑性 像您这样体重的人 在这个跳 对 你说像我这样胖子 你说还能 还能弹起来 对 这要是再往人家里送的时候 再一个人拉着 这这没问题 对吧 一个人没问题 那刚才的小伙就一个人 这个 这个床垫的这个运输问题 我觉得 看来你们是动脑筋 给去给解决了 这确实一个好发明 放心吗 放心 放心 我对这几次跟赵老板就是 我也对您的店放心 对 这个小伙子 您这个店也放心 您这个人也放心 对吧 他的东西您也放心 对 他执着的精神 是我敬佩的 谢谢 一直改进改进改的 满意了这算 行 确实满意了 行 那祝你们以后 合作愉快 最大的追求 好的 祝你们以后合作愉快 好 谢谢 好 万龙新发明的这种折叠床垫 采用真空压缩技术 结合独立筒弹簧 既减小了床垫的体积 能够降低物流成本 又减少了弹簧释放时力量过大的风险 受到了经销商的欢迎 同时 折叠床垫经过反复卷压和真空压缩 在释放后仍然能够恢复宝马 保持了良好的弹性 也为消费者提供了舒适的使用体验 赢得了市场的关注 方面人在解决真空抽吸之后的压缩后的床垫的折叠问题 对现有的床垫里面的结构 尤其是里面的弹簧约束方式进行了一些改动 这样的话保证了床垫在吸纳以后 可以进行折叠进一步压缩的体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的联络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彭彭华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下期再见 随着建筑业的快速发展 建筑垃圾日益增多 处理工作成为棘手难题 然而它的出现仅可以告别污污 物件齐用 究竟是怎样的设备能够做到环境经济双分收 敬请收看物碍发明 变费为宝